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像是說他們自己有買賣抽分吧 就是他們以前好像一起有在做什麼牛杖資 可能是因為這件事情吧 可能是之前可能是一起做牛杖資 那個輸的問題 受真意的就是位在桃園歸山這棟透天錯 當時張永煌號稱砸下千萬購買 登記在林玉子名下現煞不少人 但男莊一名名姓男子向法院控告 張永煌2017年4月25日購屋 同年8月25日已急需付購屋款項為由 向他借款352萬元 年姓男子表示張永煌為了規避日後 房子遭強制執行 將房子借名登記在林玉子名下 但實際上仍由他自己管理使用處分 因此向法院訴訟撤銷正義 這個借名登記就是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的財產 以他方的名義登記 但是財產還是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 只要這個兩方約定不違反強勢規定或是供需良索 這個企業還是有效的 法官調查時調取土地登記申請書予以確認 通知張永煌和林玉子夫妻 但兩人卻都未出庭或是提出書狀做聲明 依法認定名姓男子主張為真 偶爾他會回去啦 就是現大部分他都出在苗栗啦 完全都沒有收到這通知啊 因為我出的都是男裝啦台階啦林桂山 這樣子都沒有收到 夫妻兩人均表示未收到通知 也否認有向名姓男子借款 僅表示是投資糾紛 法院則回應 此案法是依據被告戶籍地寄送 並透過警方完成寄存送達法定程序 除非他們再提出有力證據 才能申請再審爭取犯案機會 否則林玉子還是必須將房子登記 改成張永煌 當初買的時候買到這六十幾 結果那一兩大一塊錢 我年齡才那不是要老婆嗎 如果沒有這件事情的話 你說我要登記還給我老公 我也沒有一件啊 反而的意思就是想說 真的個性很不合的話 我乾脆房子還給他 讓他好好的就是 過他的晚年生活嘛 我也要他任何一毛錢啊 現在房子遭法院判定 去歸還給張永煌 民心男子也可申請查封 確保自身權利 地方中心 苗栗報導 這次正確是 表明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